在第十段的情景中,我們會用了兩個不同的現在式 現在簡單和現在進行 我們會玩一個遊戲的遊戲 但我們會有一個問題 好的,給我十分鐘 十分鐘後 是這一個病人嗎? 我沒有想到 Nadia,你怎麼會有一個病人嗎? 每天 我看有什麼問題問題 我明天會去電腦店 OK OK,現在我會有更多時間去唸 你喜歡唸? 是,我會,你什麼事? 我只會唸電視訊 Unit 7,頁8、2,練習1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裏是兩個不同的現在式的互相轉換 三個人正在說話 這個女生的名字叫做Nadia 這個男生叫做什麼? Steve 白衣服的女生,男生叫做Jack 那些女生一起在同一家家 在說不同的事態 我們要捕捉不同的事態 這個精髓 看這個女生 第一句 Le Gladiens 說 What are you doing? 這個是一個什麼事態? 現代進行式 你做的是什麼? What are you doing? 接著 Jer就說 I am feeding my hamster 這個是什麼式? 都是現代進行式 沒錯 你見到全部都是現代進行式 他用現代進行式問 那你就用現代進行式回答 留意一下,用什麼詞態問你 你用什麼詞態回答 錯 Can you come over to my place? Can you come over to my place? 你可不可以來我這裡? 這個是什麼式? 這個是不是進行式? 不是了 即現在的簡單式 你可不可以來我這裡? 然後他就問 為什麼 What is going on? What is going on? 是一個什麼事態? 現在進行式 What is going on? 他用現在式問 他用另一個問題問他 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現在不是在打他 我不可以 他問你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Steven and I are playing computer game 原來Steven和Jer在玩電腦 咦,不是我 那個Nadia 那個人不是很不對 總之 Steven and I are playing computer game 這個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We have got a problem with computer 我們電腦有一個問題 這個是什麼式? 現在簡單式 我們電腦有一個問題 現在簡單式 Give me 10 minutes 給我10分鐘 因為他家裡很近 在旁邊的屋子 所以他說 10分鐘我就過 因為外國人住在附近 很近 所以Give me 10 minutes 的意思就是 給我10分鐘 我可以過來 請問你 這是一個什麼事態? Give me 10 minutes 是一個什麼事態? 現在進行式 現在簡單式 這是一個命令句 命令句的特點是什麼? 沒有主意的 沒有主意的 給我10分鐘 給我10分鐘 接著Jack就來他的家 男人來他的家 看他打電腦 看他發生了什麼事 阿Jack就來他的家 不知道他做了 接著Steve就問 是否有病毒 Is it a virus 是否有病毒 這個是什麼式? 簡單式 因為進行式 一定會有一個IG 簡單式 Is it a virus 是否有病毒?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是什麼式? 簡單式 我不敢認為 Nadia How often do you run anti-virus program? 你有多經常運行的反病毒軟件? 你有多經常? How often? 你有多經常? Do you run 是一個什麼式? 現在進行式 剛才那些是進行式 你進行什麼? 那些東西 我正在餵仓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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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是不同時態 轉變了 兩個不同形象式 它說 Every day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hard disk 這個動詞是什麼式? Something 是不是動詞? Something 是什麼意思? 有些東西 它不是動詞 有些東西有問題 那個硬件 Ticket to the computer shop tomorrow 誰是動詞? Ticket 誰是動詞? Ticket 是動詞 Ticket 是動詞 是動詞 那是一個什麼事態? 簡單式 是一個什麼句式? 是一個什麼句式? 明、靈、鋸 沒有要注意的 拿電腦去電腦 去電腦部門 Well, now I've got more time for reading 我現在有多點時間 to reading I've got more time for reading Have got 是一個什麼時態? 現像簡單式 沒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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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被人拿了 那我多點時間去看書 對不對? Do you like reading? 這個誰是動詞? Reading是動詞 Like也是動詞 Do也是動詞 Do you like reading? 哪一個是主要動詞? Like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所以主要動詞是like 請問你這是什麼時態? 沒錯 現像簡單式 Do you like? Do you like? 所以重點是這裏 這是一個現像簡單式 Do you like shopping? Do you like swimming? Do you like English? Do you like basketball? Do you like the like 才是主要動詞 那個時態是現像簡單式 那這邊有ing 為什麼會有ing? 為什麼會有ing? Reading 是動詞嗎? 是一個名詞 Do you like swimming? Do you like reading? Do you like shopping? 是嗎? Do you like後面是跟著一個名詞 的嗎? 所以它是一種行為 Do you like waiting? Do you like shopping? Do you like shopping? 所以這個根本就不是動詞 它是一個行為 提書 Shopping 所以主要動詞仍然是這個位 你留意一下 這個好像之前不知道第幾課過 所以第九課 哪一課不說 好嗎? 留意一下 這裡 再下去 Oh yes, I do How about you? Well, I read the TV I only read the TV guide 這個是一個什麼時態? 現在簡單式 沒錯 我們要分辨出 不同時態的樣子 其實現在簡單式很簡單 這個動詞就是一個異動詞 再加ing 所以轉紅色 一定要是這樣的樣子 對嗎? 兩種東西 一定要是異動詞 再加ing 一定要是異動詞 再加ing 你覺得什麼? 我正在餵蒼薯 我正在清潔它的籠 發生什麼事? 我和我戴眼鏡 都是一些進行的 和中文思考一致 情境、畫面是很清楚的 你穿過什麼? 我正在餵蒼薯 I am cleaning his cage 我正在清潔的 What's going on? 什麼事? We are playing the middle games 所以現代進行式 其實是很明顯的 畫面很清楚 和中文的意思一致 中文這樣想 為什麼要這樣想 但是現在簡單式 你見過變化更多 你可不可以來我這裏 我們有一個問題 給我十分鐘 喂 是不是病毒來的? 我不是這樣認為 你經常去運作 你的反病毒軟件 我問這裏好像有些不妥 There's something wrong Take it to the computer shop I have got more time for reading 多點時間提出 Do you like reading? I only read the TV Guide 你見到現在簡單式 我們之前說的有兩種情況 一 就是這些 習慣性的 規律性的行為 你多經常做一件事 以及介紹自己 介紹一些東西 但其實現在簡單式 還有其他的融通 這裡裏面 已經將我們 Level 1 由第一課 去到第十課 現在簡單式 不同的變法 都用出來 現在簡單式 一點都不一樣 現在簡單式 具體很多 所以 如果你的中文是現在正在進行 你可以很肯定 用現在轉能式 當你的中文的思考 不可以用現在轉能式 通常用現在簡單式 其實你不肯定 那時候 你問一下自己 你中文是否研究最能式 如果不是排除法 對不對 過去式就很明顯 是過去做完了 將來式更加明顯 現在未做 將來會做 對不對 所以這裡 大家如果不太熟 到時再做一次 防那個連結 好 時間就差不多 那麼